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知道粽子主要是糯米 糯米最难消化 而消化一个粽子的糯米量需要很长的时间 甚至要几个小时 尤其到了晚上九点后 人体脂肪是最快速存积的时期 吃进去的时候不能完全消化 因此怕发胖的朋友晚上睡觉前一定要避免吃粽子哦 再来 肠胃不好的人也不易吃粽子 粽子的品种很多 尤其是肉粽 猪油豆沙粽 含较多的脂肪 属于油腻食品 人们食用后会增加血液粘稠度 影响血液循环 因而肠胃不适 消化功能不好等等 都不易吃过多的粽子 那么 吃粽子的时候要搭配什么食物会更加健康呢? 首先 专家建议端午节前后 不要用粽子完全取代正餐 吃粽子的时候 为了更好消化消脂 最好搭配一杯茶饮 为什么要搭配一杯茶呢? 这是因为粽子的馅料多种多样 要么甜 要么油 多容易感觉腻 并且粽子是糯米做的 相比白米饭比较难消化 此时喝杯茶再好不过了 搭配一杯茶 可以很好的增进葡萄糖的代谢 清热 去腻 而且去脂效果也很好 除此之外 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 还可以搭配一杯葡萄酒 为什么吃粽子的时候需要搭配葡萄酒呢? 这是因为葡萄酒不但能开胃消食提高用餐质量 不管哪种口味的粽子 搭配上葡萄酒都能品尝到浓浓的果香 而且更加容易让你消化哦 除此之外 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 还可以搭配一些水果一起食用 这是因为水果是减肥的佼佼者 水果水分多 多含纤维素能帮助解腻消化 搭配木瓜 清甜消失 缓解吃完粽子嘴里油腻的感觉 搭配香蕉 润肠通便 缓解吃粽子后致食情况 搭配橙皮山楂还可以助消化 增食欲 排位器 减少腹部脂肪哦 此外 专家还建议大家 吃完粽子后一定要活动活动 吃后半小时可进行适度的活动 帮助肠胃道消化 消耗热量 并减少脂肪的累积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学习了营养师教大家 吃粽子吃不胖的秘诀了吗 小编也在此预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哦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